过去西游记里面 连白龙马 那匹马 都是一个小龙变的 对不对 那个妖怪来 抓那个唐僧的时候 白龙马都马上化成 一条小龙去斗 最后被妖怪砍了腿一下 那个白龙马收回到原形的时候 变成一匹马的时候 你看腿都受伤了 所以我们现在的人也是这样 有时候在梦中被人家追杀 被人家砍了一刀 砍你哪里 你醒过来哪个地方就不舒服 对不对 这就叫道理 所以魂魄和你的肉身 实际上是灵和体的概念 所以灵魂那是最重要的 而肉身这是一个 我们说物质的东西 所以说五蕴等五蕴嘛 五蕴这个里边的东西 就是说以后都会化掉 都会没有了 所以菩萨就我们照见五蕴皆空 就不要为自己的身上需求的东西 和人类的一种物质的东西说 沾染说 解脱不了 你们现在不要讲其他 就是一个女人 每一天在化妆上要花多少小时 我可以告诉你们 从早上到晚上大概两个小时 洗脸啊 擦粉啊 还有面膜啦 还有拍打啦 啪啪啪啪啪啦 两个小时 一天两个小时 你们算算看 一年花掉700多个小时 三百六十五天嘛 一年不就要花掉七八百个小时吧 你想想看 这个七八百小时 念经可以念多少 对不对 讲老实话 你能保留住你的脸蛋漂亮 能够多少时间 对不对 我们最近东方电台有一位老人家 他的太太走了 台长去参加他的追悼会 最后 沾染医荣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下了 根本不是他 因为当一个人 魂魄离生的时候 那个像完全变掉了 根本一点都不像 因为一个肉体离开了灵魂之后 他的灵魂走掉之后 他的肉体是死的 所以我们不要再执着于 人的本身的肉身 要好好地执着于 灵魂的修行和修炼 把自己的境界提得高一点 做人让人家精神上好一点 一首流行歌曲 能流行几年呢 对不对啊 你比方说 过去周旋 金嗓子唱歌 哎呀 叶上海了 那个是三十年代的时候 那些七八十岁老妈妈 都是非常喜欢听 现在年轻人听谁啊 你就是现在拿几个 张学有出来的歌 很多年轻人他已经不知道了 对不对啊 所以 但是我们伟大的佛陀 他留下来的精神的粮食给我们 两千五百年了 到今天 菩萨每个人家里都有拜 因为他确实存在于你的心灵当中 所以心灵的存在 那是真正的存在 而肉身的存在 那是有生有灭 所以为什么 菩萨教我们学佛念经教 不生不灭呢 因为人的精神不会灭掉的 两千五百年了 你看佛教的精神传承到今天 对不对 这就是不生不灭 因为他没有灭掉 他何来生呢 对不对啊 那肉体它有死啊 生老病死 但是人的 真正的精神上的东西 它是不会灭掉的 所以我们真的学佛的人 要懂得精神 那是超脱肉身 超脱人道的东西 所以把人间修成菩萨的境界 你已经到了菩萨的境界 你今天在人间 你能够修成像佛一样 你就是在佛的世界里生活 因为在我们人道里面 就有六道 很多人关在监狱里面 已经在地狱道 对不对 他们有自由 很多人已经吃苦了 吃了很多苦 浑身都是病 他已经在地狱里面 很多人人不做 天天怕人 躲着帽子戴得这么低 戴富墨镜躲在边上 因为他